橋群颱風前腳剛走 外溫環流來報道 屏東滿洲鄉 降下磅沢大雨 狂乘著泥水往下旋洩 道路水淹半個輪胎深 車輛經過漸起水滑 有秘宅前一天被17級狂風吹到 遮陽棚上下跳動 停車棚破洞 屋主清理廢棄樹枝 滿洲國中同樣災情慘重 火動中心屋頂破了一個大洞 大雨直接灌進來造成積水 樹木被連個拔起 斷掉樹枝堆滿校園 國軍動員協助救災 就連龍盤公園附近的雷達站也遭殃 颱風前有兩個雷達罩 颱風後綠色的被吹飛走 好險高架雷達已經先收好 緊急派廠商來重新再做一個 全村市群的大蘋果小 校園同樣滿目瘡疑 尤其是棒球場不擺樹枝 貨龜屋直接被吹翻 非常訝異 因為我們沒有一次颱風 是會把這個吹翻的 台南則是中西區透天座社區 這光照到處飛砸車砸房子 水塔也滾到地上 好險沒有砸到人 那個採光照是因為剛好是半夜 你如果白貼還是晚上 那個行動的話 不堪設想 小圈颱風威力演演到中部 南投縣日月潭 強風扯斷繩索 大型水上平台飄了一公里 差點就撞到遊艇 颱風過境 校園名宅清理家園 但外圍環流繼續來教局 民眾心好累 繼續綜合報導